日月潭九蛙蝶象创造南投新一波的观光人潮 而美与其间一天到底淹了几只 也成为了民众茶余饭后的趣味话题 为了完整记录九蛙蝶象回归正常水位的过程 日月潭国家风管处也架设了缩时摄影机 这20天的时间拍了将近3000张的相片 而九蛙随着水量增减的景象格外珍贵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上网来欣赏 20天将近3000张的相片 集合成为这部九蛙蝶象回归正常水位过程的影片 日升日落水位起降景象相当珍贵 永远的日月潮 日月潭九蛙蝶象的全体现身 创造了新一波的观光热潮 一直到梅雨期间 日月潭水位渐渐回升 九只水蛙也慢慢潜入水中 日管处特别为此架设了缩时摄影机来全程记录 让大家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 日月潭的水位每天的变化 还有这个水位回升的状况 也可以看到这个九蛙在5月26号开始架设到6月16号拆除 这20天拍了2880张 我们是以每10分钟拍一张的速度来记录 过程中还能发现人有不少民众不顾安全靠近头像拍照 或是划着小船到限制水域来看九蛙蝶象 但其实这部影片最珍贵的 就是能够欣赏到日月潭从早到晚的演变之美 我们也看到其实有一些蜘蛛啊 还有人开着蜻蜓啊 违规进到这个限制性水域啊 或是还是还有不少人还是会爬到九蛙 做一些违规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呢都会被这个照相机记录下来 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呼吁大家要珍惜水资源 然后让这个日月潭能够保持这么漂亮 这么美好的环境 这部以九蛙蝶象为主角的缩时摄影纪录片 已经放上专门的影片网站 日晚处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踊跃分享与欣赏 这段时间采访不到